解照周定阳的逾期报道合理吗? 看似前因后果很完整,实则回避不利中华足协之处。 下述三点便是不利于中华足协之处,仍有待中华足协与国内外总教练予以公开回复。 1.3月20日是中华足协去韩罗斯郡片面认定的征召球员报道日,目的在于增色3月22日与行员NFC练习赛的阵容。 实则这市场国内球队之间的对赛不会有国际级分的国际A级友谊赛。 按照国际组组总FIFA规范,征召旅外职业球员出赛,征召时间应是赛前72小时,中华足协声明搞凸显未遂记忆,客应我前了报道日程,却认为合理而正正有词。 2.宇航员NFC练习赛非国际赛,球员出场费用细一单场计价,还是连同宇航员NFC的友谊赛在内?还是已出赛两场计价呢? 中华足协此一声明必重就轻,未说明出场费支付与征召报道之对价关系。 回顾2017年10月5日中华对蒙古男族友谊赛,陈昌元坐在观众席看完整场比赛,当时场边观众席的每一位是否感到奇怪呢? 实情是中华足协竟支付陈昌元10月10日颁场出场费竞争照10月10日与巴林男族的正式赛,因此陈昌元未曾列于10月5日的23位球员名单。 笔者当时旅即10月10日与巴林男族主场赛在即,10月5日的结果也看似皆大欢喜,为中华男族设气着想随隐忍不发。 启料中华足协计赵周定阳的声明,指自未提支付球员出场费有无包含次场国内赛。 应见不远,中华足协计赵周定阳恰谈若未搬场过季赛的出场费,能否强行要求赛前再行出场亦无关紧要的国内赛,刻意将征赵报到日期提前呢? 显然这次中华足协领时戒照乃是眼见暗度陈仓不成,干脆公开翻脸不认账。 3. 截至戒照争议时间的2018年3月20日指中国甲级联赛踢球的陈柏良与温志豪等,这些中华男族旅外球员尚未征召报到征召日期甚至晚到25日皆有。 反观远在英国苏格兰罗斯郡的周定阳却是急早飞抵桃源机场时便被郭瑞麦总教练语气蛮横地催促报到,是问中华足协的逾期有统一标准吗? 郭瑞麦总教练从去年否接任中华男族总教练,征召周定阳而蛮横催促,引起朱方反感而欲速则不达,历经诸多民间友人,居中协调,方才促成2017年11月赶赴土库曼克场赛。 如今郭瑞麦总教练重导负责,中华足协却要替这位半年总教练承担那名,实属不至之举。